这是怎么了 雨萱 你来了 你换衣服了 我的衣服刚才借给别人了 可衣服不是在这儿吗 你借给谁了 杜亦娜 她拿了我的房卡 房卡 她为什么会有你的房卡 雨萱 这是个意外 还有意外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骗子 大骗子 以后我会多多注意的 离一心远一点 说的好像我逼你的一样 都是我自愿的 不愿意的 傻瓜 我的眼里和心里 都只有你 顾炎超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周杰 走 走 走 抓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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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雨萱 你没事吧 你走开 傻瓜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 你刚才看到杜依娜从我房间离开 那是因为我拒绝了她 严谨哥哥 我房间就在五楼 去我那儿喝一杯吧 不了 我女朋友还在等我 那你的衣服 你先披着吧 严谨哥哥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先把外套还给你 好 那你可以离开了 眼睛哥哥 我有话跟你说 那就快说吧 就在这儿 嗯 好吧 眼睛哥哥 我从国外回来办训会展览 只是想让你看看 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女孩了 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一直认为 以你的性格谁也看不上 可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刚回来就听到你有女朋友的消息 请自重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也希望你明白 请尽快离开 免得我女朋友误会 我可是要哄很久的 眼睛哥哥 我到底哪里比他差了 你为什么连最后一次机会都不肯给我 你从来就没有过机会 也不存在最后一次 眼睛哥哥 还请你尽快离开吧 我只爱寻与轩一个人 我只爱寻与轩一个人 就这样 你确定就这样 你还想要不要 那你还想怎么样 那谁知道呢 你们两个人 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在酒店房间 还换了衣服 那你让我怎么想 我发誓 绝对没有下一次 你还想要不要 你还想要不要 他不要 你还想要不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